推出電腦硬件為主的ASUS近年大搞GAMING產品 當中的滑鼠產品更有獨特的設計級 而今個月ROG系列就加入主打無線和MMO的旗艦產品 Sparta Sparta是ASUS第一款無線GAMING滑鼠 同樣有近年常用的有線無線商用設計 而作為接收器的2.4GB介面就包括充電功能 磁吸式的設計就算升起充電板也不會有鬆脫的問題 電池方面,滑鼠內置了一塊1000mAh的鋰電池 如果開啟所有LED大概可以用到不夠24小時 不過ASUS都懂得在充電器和滑鼠上加指示 可以隨時留意電量 設計方面,屬於MMO定位的Sparta 還有一個大型的右手人系工學 一般手掌可以完全包著滑鼠 手感相當不錯 不過因為滑鼠重量差不多180g 在操控方面明顯比較困難 按鍵部分,滑鼠合計達到12個按鍵 其中2個會在左鍵旁邊 另外6個會在左側部分 6個鍵的設計大小不一 而且帶有弧度 相當容易操作 作為旗艦產品當然會有軟機做修改 除了一般滑鼠鍵盤輸入和系統選項之外 亦不少聚集功能 錄製的方法相當簡單 可以直接記錄鍵盤和滑鼠的指令和延遲時間 唯一可惜就是沒有Loop的功能 另外滑鼠提供5組自訂Profile設定 只要用快捷鍵就可以即時轉換 而且可以直接開啟需要的軟件 值得一提,Sparta同樣都有ROG系列的換微動設計 左右鍵預設就採用Omaron的微動 而ASUS更加附送工具和兩顆後備的微動 那玩家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DIY左右鍵了 講完按鍵當然要講一下感應器 今次話說採用8200dpi的雷石感應器 其實速度也足夠一般的操作 加上有線2000Hz和無線1000Hz的反應時間 就算用無線都一樣有高準確度 唯一可惜就是DPI的切換竟然只有兩段 要經常切換設定的話就要用不同的profile 算是比較麻煩的 最後就來到LED的部分 Sparta算是ASUS的第一隻有RGB的滑鼠 它提供的RGB選項都算蠻特別的 當中最常見的漸變和呼吸燈都有不同 漸變除了可以普通七色的循環之外 設定裡面還有不同的效果甚至可以DIY 呼吸燈可以在兩色之間做轉換 加上隨機的效果畫味都算不錯 而不同的效果更可以獨立在滾輪、側件和Logo並存 令到變化更大 今次的介紹就完 最後做一個總結 Sparta是ASUS第一隻無線Gaming滑鼠 但明顯看得出ASUS是未能捉到腦 因為滑鼠用了金屬底令到重量大增在致命點 而且DPI的設計只有兩段也不算太方便 不過如果以一隻MMO滑鼠來說 它提供的側件就容易操作 加上MMO遊戲對滑鼠的移動速度要求不算太高 滑鼠重一點問題也未算太嚴重 最重要是滑鼠手型舒服 長期操作都不覺得累